今天周末好天气 有没有出门走走呢 来看到南投的竹山天梯 太热闹了吧 经过三年的封闭整修 在今天上午重新对外开放 这座全台第一座的观光吊桥 横跨在百米深的太极峡谷上 风景相当的秀丽 开放第一天就吸引了游客 西家带券前来观赏 而县府呢 现在把这天梯委外经营 也希望为当地特色商品 带来买戏 天梯整修后重新开放 一早就有游客前来排队 买票参观 竹山天梯封闭三年维修 上午重新对外开放 游客西家带券前来体验 附近摊商忙着备料 好不容易盼到天梯重新开放 他们也希望人潮回流 带动商机 竹山天梯是全台第一座阶梯式吊桥 横跨百米深的太极峡谷 全长一百三十六公尺 两端落差高达二十公尺 也是观望太极峡谷的最佳位置 因为天梯地处偏远 管理上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南投县府现在委外经营 希望为在地的特色商品 带来买气 华世新闻 黄总一样 终于周大祥 南投报道